猫真的可以预知死亡吗 是真的 但它预知的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是自己的大限将至 去猫生前三个月左右 猫咪会做出一些异常的举动 比如它会变得异常粘人 主动舔你 即便是梨花猫 也会像布偶那样粘人 它会钓许多奇怪的东西给你 比如蟑螂 老鼠 甚至平常特别喜欢吃的冻干 也会钓来给你 但是最后一刻 只要它还有一点力气 它都会离开你的视野 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尸体 会引来敌人 伤害到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后 宇宙万物将重新来过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再次相遇 它说陪伴了15年的猫咪 去了喵星 只留下了这种毛发 想要为它做这份纪念 21年的8月4号 它还是走了 它说牛牛是当时捡来的小野猫 花花生的 本来想养了它们母子俩 回来花花最后还是没有留下来了 后来牛牛就一直跟着姐姐 一家人都特别的喜欢她 她爱吃虾 爱吃我们做的饭 即使后来我们搬了很多次家 她都一直在我们身边 从出生到青年到老区 我们走完了她完整的一生 她也陪伴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生 她并不是高贵的品种猫 但在我们心中 她却胜过了家 她发了几粒骨灰 想让我喂她的猫咪 做这份纪念 虽然她是我们捡来的一只小野猫 虽然她捡来的时候身上脏脏的 但这阻止不了我们对她的爱 也阻止不了 她对我们的依赖 20年的9月4号 我们捡到了她 当时还是一只小奶猫 但只要一摸她 她就会开心地打呼噜 于是就有了呼噜这个名字 每当她晚上睡觉的时候 必须要挨着我的胳膊 头贴在胳膊上 才能呼呼大睡 可现在 再也没有那个 搂着胳膊呼呼大睡的小猫了 我帮她做了这份吊牌 里面塞进了呼噜的骨灰 希望呼噜可以用这种方式 再次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粉丝发来一流猫咪生前的毛发 想用这种毛发 做这份纪念 她说球球是女儿养的猫 从小一起长大 八岁了 每天陪着女儿一起写作业 女儿一直把她当作弟弟一样 但是今年球球生病走了 女儿特别的伤心 听说猫咪需要水葬 于是我们把她的骨灰 撒在了家边的河里 直到现在 女儿每天出门 回家 都要再叫球球 那怕 女儿说 希望有一天球球能够听到我在叫她 然后会在我的家里 继续 再继续 别离 她发来了两粒猫咪的骨灰 想要为她做这份纪念 她说我救助了那么多的流浪猫 最终 却没有留住我的猫 她说猫咪才五岁 我特别的自责 以为你当时睡觉的时间长 也不怎么上高 跑得也没有吃钱快 我就应该想到 你的身体是否出现了异常 五岁了你 查出了先天性的心脏病 前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痛苦地去了苗星球 希望我把她的骨灰填进了这个吊牌 你可以把这个吊牌随时地放在身上 让她可以换一种方式 再次回到你的身边 而这次 将永远不再分开 粉丝想为她的猫做这份纪念 她说猫的名字叫三七 是一位朋友送给她的 猫咪的名字 是她和女友恋爱的日子 21年的3月7号 刚到家的时候有一些病 但是一点点的都治好了 但没想过 有一场大病在等着她 一场肺炎 把她带回了汪星 那天是22年的3月7日 她说这正是我和女友恋爱 这一周年的纪念 我们想过很多的方式 去纪念这一天 却没想到 她在这天离开了 我们都是第一次养宠物 希望她在喵星 不再有痛苦 转世投胎 去一个更美好的家庭 把我妈妈永远爱你